我是高万坦高老师 首先欢迎各位再来到我的课堂 在这个单元里头 我继续来说明设计模式 那这是我们在这一节课里头的最后一个单元 我们再几一个新的 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介绍过的 这个Composit设计模式 那这也是这个四人帮 设计模式这本书里头的一个范例 这是Round of 4的一个Composit的设计模式 同样的我们也是拿着一个Round of 4的设计模式 来当成我们的一个范例 例如呢一个化学的工程师 那么他会比较关心的是把这个原子 怎么去把它组合出这个分子 所以呢 同样的这个我们当身为一个软件的工程师 或者是设计师 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怎么拿 这个Composit的设计模式来应用 而是我们关心的是 这个DIT 这个基本的造型 那怎么把它组合出这个设计模式 因为我们需要的 我们想培养的就是架构师的一个组合创新的一个能力 就是组合跟创新的能力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像一个化学家 像一个化学的一个杰出的设计者 能够创造出这个形形色色的各式各样的化合物 那么我们在这里 现在回忆上一小单元里头 我们对于这个Composit 这个设计模式的内涵 就是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梦表 那这就是一种内涵 那么设计模式呢 就是一个造型 它把这个梦表的内涵 加上这个Composit的这一个模式 就变成这一个有内涵 有模式啦 就这样子 那在这一个梦表里头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分为两大类 就是这个类里头又分为两个体系 一个体系呢 是属于Composit的 就是有小孩的 那另外一个体系是 这一个数位的 它就是没有小孩 像这个没有往下展开的 这个我们称为叫Leave OK 称为叫Leave 那这个我们 接下来要把重心 放在这一个啦 因为它是这个很多个 这样得起来的 像这样得起来的 OK 像一层一层得起来 所以叫做 这个多层级的 Hopart的结构 所以要了解 这样子一个整个体系 一直把它整合起来 我们就只要关心 把重心放在 这一个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个呢 里头就是一个Composit 里头有两个Leave 所以它是一个对 N个这个Leave 一个对N个 一个Composit 对N个Leave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两个类 把它抓出来 那这是一 一个Composit 可以信号表示多个 表示N 所以它是一对N的关系 也就是说 一个Composit 这个可以包含 这个其实 可以加一个菱形 表示 是包含的意思 包含的意思 也就是说 一个Composit 会有生出来 很多很多的Leave 譬如说 刚刚你所看到的 一个登深 可以包含了登心 还有玻璃壳 可能还有更多 这就是 一个Composit 对应到 多个这个Leave 一个Composit 对应到多个Leave 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我们在 依据这样的结构 再来做一个延伸 让你来欣赏一下 我们对于这个Leave呢 我们把它变成 一个EIT造型 那这个就是I 这个部分把它提升上来 变成抽象函数 就变成是I 对不对 然后它这个Composit 扣到这个Operation 然后再往下扣到这里 所以也是一样的 调用到这个Leave的Operation 所以你看 它是从这边来调用过来 那现在只是 把它结构改变了 但是逻辑没变 为什么Composit还是从这一条 再延伸下来 还是调用到这个Leave的 这里头的代码 所以逻辑没改变 我们只是把它用的EIT造型 来做调整它的结构 这就是架构式的任务了 架构式不是在拿既有的造型去应用 也就是我们要自己来依照基本的造型来组合出各式各样的一个模式出来 所以再来咯 我们就考虑到为什么再加一个 这个E对N呢 一个也是一样 这个信号是N 所以也是E对多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你看 这一个也可以对应到很多个啊 这边可以再增加 更这边比如说 这边再增加一个咯 也是灰色的 所以呢 这个composite自己可以对应到一个 对应到N个 这一个composite 所以composite自己可以包含composite 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是composite包含的多个Leave 包含多个Leave已经在这里表现了 多个Leave在这里表现 这就是一个composite 一个包含的N个Leave 那么composite包含composite该怎么表示呢 你看这里是composite包含composite 对不对 那这个包含关系 那这个包含关系 我们怎么表示呢 就在这里 你看这里你看 是他自己包自己 就composite包含自己的多个composite 所以变成一对N个Posite 变成一对N的关系 OK 那变成一对N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样完成了吗 没有 架构时呢 就是要更多的变化 OK 我们一样的 再把它变成EIT造型 这边就变成T 不是变成I 这边就变成T 所以这边变成E 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子 所以变成EIT造型呢 那这里头呢 就是 E 也是对N 就没有变 对不对 只是你注意看 这里改变了 这里改变了 其实在上一个图已经做改变了 只是我们没有刻意去收明它而已 在这里 你看 当这个图当中 其实在这里已经改变了 因为 我们再把它add上去的时候 就在 把这个leaf呢 add到composite的时候 我们已经所传达了 是一个接口了 一个G类 而不是子类 你看 再上去一下 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是 传过来的是leaf 这个对象 那这里传过来的时候 已经不是leaf的对象了 而是leaf的zeko 那就是表现在抽象的类里头 同样的 同样的 在这里呢 我们add com 就是加自己 自己加自己的时候 它的 加的是composite 自己这个 对象 对象本身 等到 我们加了这一个 eit之后呢 这个变接口了 变接口类了 那么 接口类呢 这里所加的 就是一个接口 一个接口 OK 加了接口 那当然 我们在这里 可以加其他的 代码 其他的函数 逐渐 它就有控制权 所以 它可能变成 一个 名乎起始的t 咯 而不是 它的一个engine 就是e咯 真正的 一个e OK 那么 接下来 这里到底做些什么 这就是 我们再来回头 再看一下 在这里 你看得出来吗 你看 这个东西 跟它是一样的 跟它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呢 e对n 这个两个东西呢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 积累 把它合并为e 把它加起来 把它加起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关系 都是一样的 所以把它合并起来 合并起来之后 把它取一个新的 一个类 就变成叫component 就是component 所以 这里还是维持 这个 1对n的关系 1对n的关系 因为这个关系 会被继承下来 所以等于说 它对自己 也是1对n 对它也是1对n 为什么 这个1对n的关系 会被它继承下来 所以等于是component 对component 自己 就是1对n 同样的 因为被它 这个关系 被它继承下来 所以等于是component 对它 也是1对n 所以这个结构 就是 我们大家 很熟悉的 叫做component 的设计模式的结构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 Android的 一个component 的应用 这是真正的Android的 一个view的结构 你们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view 然后viewgroup 有没有 那把它对上来 有没有看出来 所以 这一边 在Android里头 这里就是view 这边就是 叫做 这个 viewgroup 然后 这一边就是 很多小的view 小的view 比如说 text view 等等的 或者是 继承下来 变成是 but know 等等的 那就构成了 Android的 目前 大家在使用的 这个view的体系 这是 目前Android呢 大家很熟悉的 view的体系 就是这样出来的 OK 那这个 这一边是属于 leaf的部分 但是leaf呢 可以有 它没有往下的 的这个 包含的东西 但是 它可以 继承出 更多的子类 同样的 这边也可以继承出 更多的子类 OK 那 这只要让你了解 这个 eit 倒是 composite的设计模式 那么 也把它对应到 Android的 目前的view的体系 所以呢 我们再来做个总结 在Android的平台里头 这个button 或image button 都是称为view 为什么 这个都是view的体系的一环 有没有 view的体系的一环 像这里头 就是 继承的button button 这是view的体系的一环 OK 那么在view里头呢 我们就可以组合起来 组合起来 就把view组合在一起 所以 它是 透过view group来做组合的 那这种组合起来的排列 我们就称为layout layout 所以layout是从viewgroup的 延伸出来的 所以 这个viewgroup延伸出来 叫做layout 它是 这个viewgroup的子类 那 这个button呢 是属于view的子类 所以 因为它 一对n的关系 一对n的关系 所以 这一个 也是继承的 一对n的关系 因此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一个layout 里头可以包含很多button 这待会马上 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所以这里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个部分 就是 只是我们方向蹬倒了 viewgroup写在左边了 刚刚是写在右边 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这个composite 的这个pattern 就是在这里 然后其他的都是他的子类 从viewgroup可以寄成下来叫layout 那么 从textview寄成下来叫button 那因为他这里是一对n的关系 这个关系呢 会被他寄成下来 所以 这个viewgroup对这个textview也是一对n的关系 这是一对n的关系 ok 一对n ok 那因为寄成下来 所以这个关系就变成一对n的关系 我再说一遍 因为这里头的viewgroup呢 这里有个零形表示一对n的关系 ok 那一对n的关系呢 因为他是寄成 所以这个关系会被这两个 寄成下来 那这个又被寄成下来 这个又被寄成下来 所以 整个一对n的关系呢 被寄成下来 所以 我们可以知道 Ding New Layout 对button之间是一对n的关系 也就是说 一个Ding New Layout 可以包含多个button 这待会马上就可以来看到啦 ok 所以 我们就现在拿Android的UI来看 在这一个UI的画面上面 就有三个button 对不对 那三个button呢 我们就可以来组合起来 怎么把它组合起来呢 利用一个 Linear Layout 利用一个Linear Layout 来把这个 两个button把它包起来 把它组合起来 然后 再来 因为Linear也是一个View 所以 这边也是一个View 所以 再把这个东西 再把它包起来 用一个更大的 这是小的Linear Layout 这是大的Linear Layout 所以 这个小的Linear Layout里头 包含两个button 对不对 然后大的Linear Layout里头 包含一个小Linear Layout 再一个 这一个button 这样就构成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 再用文字来做个说明 把OK跟Edge 两个按钮 看成是一组 看成是一组 那么就可以利用 垂直型的Linear Layout 来把它组合起来 你看出来 这里 这个两个button 是垂直的一种排列 一种排列 那么 这是上 上跟下的关系 上下 那么 对于这个大的Linear Layout里头 两个小孩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所以 它是左右的关系 左右的关系 所以它是水平的 一种Linear Layout 所以 大的Linear Layout 内部的 这一个组合呢 它是属于水平的组合 小Linear Layout内部的 这个组合呢 是属于垂直的组合 OK 所以呢 一个是垂直的Linear Layout 对不对 一个是水平的 它的道理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呢 我们把它 再用图形做个说明 这一个是垂直的Layout 这一个是水平的 这个是大的 这个是小的 这个是小的 所以就构成一个 一个 Hall Part的关系咯 这个是 Hall 这个是 Part 相对上 这是Part 对 相对上 这是一个Part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个是 Hall 有没有 这里所看到的 所以里头包含两个 一个是Pu 一个 这个P 比如说这个P1 这个P2 所以P1 P2 有没有 然后再来 这一个大的 Layout 有没有 也是一个大的 一个 整体 相对上 这是一个整体 然后 它相对上 它是一个Part 相对上 它是一个Part 比如说 Part X Part Y 这样子 所以 这一个就是 你看 这两个相等 所以 这一个 是等于PX 然后 在这边 还有个PY PY 是一个最小的 它没有更小的 所以它是Leave 所以 这个 这个 W呢 就是上面 这一个 它是由PX 这一个 PX 跟PY 所组成的 所以 构成了一个 多层的 数状结构 有没有 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个 UI的画面 然后 把它想成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这样的结构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内涵 再来搭配 这个 Composite 的 这个 模式 那就变成 是一个 代码了 OK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 这个内涵 加上 这个造型 就变成 我们的 软件的 有内涵的 一种代码 所以呢 我们看到 刚刚 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图 右边这个图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图 有没有 那 这就是 大的 整体 这是 小的 整体 然后 这个是 一个Button 这是Leave 这是另外一个Leave 也是 这也是另外一个Leave 然后 它是 Whole Part 的关系 它是Whole Part 的关系 有没有 所以这个图呢 其实就是 右边这个图 好 那么 我们再来 看看 刚刚 已经特别的强调 这个是Leave Leave 跟Button 的用途了 那 它的E对M 的关系 其实是基于 上面 这一个 Compositor 的 Design Pattern 这个部分 就是 我们刚刚 有看过了 这个部分 就是 Compositor 的 Design Pattern 这只是 对它 做一个 延伸 延伸出来 更多的 类类而已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 看一个 范例 看一个 范例 这个范例 比较简单 你看 它在 这里头呢 总共有 三个 这个Leave 这是 一个Leave 这是 一个Leave 这是 一个Leave 然后 整体合起来 整体合起来 是一个 Linear 是一个 Linear layout 而是 是一个 垂直型的 的Linear layout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代码 怎么表示出来 所以 第一个 先 创建一个 Linear layout 先创建一个 大的 厚 整体 再来呢 New出一个 小的 这个是Leave 这个是Part New出一个Part OK New出一个Part 然后 之后呢 把这一个 这个小的 把它加进去 这个 整体 这是Hole 然后 这是Part 有没有 所以 把小的 Leave呢 加进去 这一个 Compositive 里头 也就是 把Part 加进去的Hole OK 所以先创建 一个Hole 然后 再来创建Part 再来把Part 加进去 这个Hole 里头 OK 那 接下来 又创建一个Part 这是Part 2 哦 Part2 接下来 也是一样 把这个Part2呢 再把它加到 这个Hole 有没有 同样一个Hole 里头 所以 现在 有一个整体 哦 那么 已经加进去 两个东西了 一个 是Part1 一个Part2 有没有 接下来 再创建一个 Part3 哦 Part3 再把这个Part3 再把它加到 同一个Hole 里头 就是 Part3 哦 所以呢 再把它加上去 Part3 放进去 所以 这就是 我们的内涵 现在的UI的内涵 就这样子 那这个内涵呢 就可以 把它 对应到 这个 Compositor的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 所以 这个背后 在 背后呢 都是 应用的 这个设计模式 来做一个 系统的 代码的架构 所以在这里 刚刚我们所看到的是 建立一个Hole 然后 产生三个Button 然后 把它加进来 加到这个Hole里头 其实背后 就是一个 Compositor 的Design Pattern 在支撑 这个 Linear Layout 跟Button 的一种 一对多的关系 那希望 你在 写这个代码的时候 虽然这个代码里头 我们所看到的 都是 Linear 所看到的 都是 这一个Button 等等的Line 有没有 这边你所看到的Button 对不对 但是 我希望 你能够 在看到代码的时候 虽然 代码只看到的是 底下这两个红色的 但是我希望 在你的心中 有一个整体的架构 就是 可以看到背后 有一个 Compositor Design Pattern 那在背后 是两个EIT 组合在一起的 OK 那这个是 刚刚所讲过的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刚刚的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就是 我们会设计一个 小的Linear 再来 创造一个 大的Linear 那我们先来看 这个代码 是怎么写的 OK 所以第一个动作 先创造一个 一个Linear 在这里 这个Linear 创造一个Linear 然后这个Linear呢 我们就会 把这个Button 再来 这个是Hold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 创造一个P 然后再来呢 把这个P Button就是P 把它加进去 这个Hold里头 加进去这个Hold里头 OK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产生一个 Pot2 这是 Pot2 OK 然后再来就把Pot2 加到 这个Hold 小的Hold里头 OK 接下来 我们再创造一个 大的Hold 这个是W2 OK W2 然后接下来 就把W2呢 大的Hold里头呢 包容的 把W 加进去 有没有 把这个W 把它加到这个 小的Hold 包进去 在这个 小大的Hold里头 也就是刚刚所看到这里 把这个小的 小的W 加进去 大的W里头 因为这个大的W包含一个小的W跟一个P3 有没有 加一个P3 好 我们现在要把P3加进去 我们再来看 我们就创造一个P3 再逆一个P3 对不对 然后再把P3加进去 把这个P3加进去这个 Hold里头 那这样就把整个都表现完毕啦 表现完毕呢 SetContentView 把这个整颗树 装结构呢 把它丢给 WindowsManagerService 再丢给ServiceFringer 然后就能够换取这个 缓冲区 就可以把这个图像 显示在 这个储存在缓冲区里头 就可以投射在画面上 因此 在手机的画面上 就会看到 这样的一个 UI的一个画面了 OK 这是刚刚所看过的这个代码 刚刚所看过的代码 所以到目前为止 那么已经很完整的 告诉你 这个 Design Pattern 它的背后 就是很多的EIT造型的 一个组合的方式 各式各样的组合方式 可以创造出 形形色色的 这个Design Pattern OK 那 透过这个组合的过程当中 那么 教你更多更多的 组合 创新的一种思考技能 OK 谢谢 进行